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节目已经好几次了 我每次都跟他好谈的 他好生动好生鬼的 今天上来当然在讲最热门的东西 下次不要常常醒我上来 知不知道为什么 兄姐 上来也有大事 真的上来也不会有好事发生 真是惨的 你上来也没有预订有什么大事发生 聊聊天 聊聊些时事 上来临门那一刻一定会有大堆东西 今次大堆东西就叫李克强 其实人就走了 他是副总理 上个星期来香港几天 一路来就一路搞 未来已经有事一路搞 搞到很多方面非常震怒震惊担心 其中有一件事 我相信你今天穿黑色 上个星期六 很多传媒工作者和市民支持他们 每个人穿黑色有几百人 就走去警察总部示威 就说他们是踐踏他们的新闻自由 采访自由 搞到大家很不开心 因为你知道政府多离谱 他可以不用传媒去报道的 他自己请一些人去自己拍了一些片 剪完整完就交给你 那你就走去播 又有人真的播 因为他觉得现在香港的新闻媒体 你总是剪计价 剪人剪得很交关 那帮你做了 是的 所以一就是这样 就不用你做 二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做 他就将你批到几条街那么远 你什么其实都听不到看不到 那万一 你马上要问他怕什么 别人又说怕艾美美 不知道他怕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 很难买到他可以拍照 他就有一些黑色衣服的大汉 你不知道他是谁 他不是警察 他就走过来就阻止你 就把你的镜头按下 喂 在大陆我就见得多而已 来到香港了 所以他们就真的很生气 家豪你觉得现在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要发觉 我们的警方那方面 真是他学习学得很快 不单止说按下镜头 就是学大陆学得快 连昨天林瑞伦开个咨询会 哇开遮 有人扔字开遮 CNN那时都拍到别人开遮 遮住那些东西 都做得很聪明 不过你不要说 你说了这么多 有些又老又说离谱 但是曾荫权就告诉你 这些是专业适当 大家其他地方的典范 要学习 喂 你说真的 你说你对着这样的政府 你说真的怎么办呢 你说香港人 香港人不是要搞革命 又不是好像伦敦要搞暴动 但是你对着一就是这样的做法 而政府摆出来 要是唐英年 这个政务司司长就批评他 这些是垃圾 今天报纸说他英文也不懂得说 完全是垃圾 英文法又错 你无端端说人家垃圾 现在到行政长官出来 就说专业适当 就是典范 人家的典范 大家的典范 至少818这件事 你刚才由新闻 自由讲起先 你说最好 因为你自己做了这么多年 记者 大家原本 八九十后那些都不知道 都看苹果才知道 看无线才知道 原来兄姐也穿过吊带衣服的新闻 才知道原来兄姐也是做过很多年的新闻 起码你刚才说到 新闻署拍好了 当然了 你做了这么多年 一定不做了 尤其是你BBC做过 你知道我是一个记者 我切入点我的角度 我拿捏我对眼睛 我的雷达 看的东西都和你新闻署不同 是不是 你无可能拍完 去西走的东西 而要我逼着硬食用你的视频 你就很震惊 正如你所说 人家震惊 不单是那些震惊 人家用你也震惊 但问题是 在这些筹备活动当中 亦有很多人说 香港每个媒体 一出来这么虚陷 几十几百万人 你在这么大的活动里面 其实有时候 很难容纳了这么多媒体去拍片 会不会是 大家合作 这是很多时候会发生的 英文叫做 大家合作 他们自己说 威娜 我今天就派你进去 不要说英文 但是 你又说得对 因为中文 其实没有正式的东西 你拿得我多 是润回你 对 总而言之 大家坐在一起 现在房子这么小 我们怎么进去 我们全部涌进去 逼爆了 大家合作 今天你亚士去 下一次你无线去 你拍完的东西 是交给所有人用的 如果你拍得不好 大家当然骂你 但是都是媒体自己做法 不是说政府 你全部坐在那里喝茶 吃个包 我做完交给你 你都不用做 你找个信差 拿回去 你们新闻部便放 就不是这样 你说这个 基本上没什么人反对 就算你说行家 一般人听到 都愚蠢 就是常理 但问题是 如果切充一点 香港电台 过往都试过 香港电台做 拿他的镜头行不行 其实我现在 都不是新闻工作者 你都不是 我觉得他们提出 就是说大家合作 因为香港电台 当然也有很多人 贊他 但是也有很多人 贊他 因为他是官台 你何必要用官台去拍 你支持港台 我知道 你香港电台 如果你真的 做一个独立媒体的时候 你就在那堆记者 一起去谈 总之我们现在 有14个人在 我们谈 我们要派一个人进去 香港电台 就是14个之一 如果大家同意你 你就去 是 如果同意他 因为是轮流的 那当然 是 所以我觉得 记者 他们是绝对有一个方法 去处理一些好挤壁 不能全部进去 但是那个方法 就不是说 政府我找个官方的人 去拍拍完就给你 这个不是的 所以我就怎么说 我就说 如果当人有人这样做 你就扔下垃圾桶 就不放 有些人 梁嘉永 那天我在香港电台 千里年代的节目 他都说 你不知道 他说 现在的竞争很厉害 你不出 别人出 我说 你不是没有东西出 我说 你要头条 你出什么 你都扔到垃圾桶 你就叫记者 去现场 你进不去 你站在门口 所以又要说英文 他叫做食扒 那个叫Stand up扒 你拿着咪 我就说 我是无线的 记者 现在向大家报道 里面有一宗新闻 本来我们应该进去的 但是特区政府就不准我们进去 他就自己拍了要我们放 我们拒绝放 不过我告诉你 现在就是李克强 刚才在里面 见过街坊 出不出到街 当然出到 还要骂他 出不到 你觉得新闻报 这么有吉事 现在 还要你这样说 哇 所以出不到 就不是政府的问题 他自己 要做阴春 所以你认识赵英春 赵英春 打电话上去 赵英春是那间 无线的同事 他现在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的主席 那天去游行 穿黑色 他们没有人去 他打上去 10年代 周庸说 喂 你叫赵英春还是赵英春 因为周庸说 周庸说 喂 刘慧卿说 你们应该扔掉他 不要用他那些 然后跟他施压 那你怎么样 他说 我们不要说那些 他说 我们现在说将来怎么样 是不是每次都要这样 我要跟他开会 那你死不死 那年你倒退到不得了 你不但说 不可能像你这样说 我不用 我有吉事 你不知还要在那个 站立牌那里 在那个扒那里 嘩 不停地数 是啊 你不可以 你今天现在做新闻 穿吊带都不行 你不是每样东西都移除了 不是 穿吊带 你知道吗 很多记者看到 现在的记者很年轻 就很兴奋地来找我 你知道他问我什么 他问你什么 他又是要说英文的 你知道吗 他说喂 你那时候做记者 它是没有装衣服の 没有装衣服的规矩 是否真的没有 那很明显没有 你自己的挑战底线 一半你的本色 我没有挑战 为什么那天会这么说 因为我在新加坡 你还记得 他们说那些车 如果不够人 就不会准入 一天去市中心 就要比较多些钱 新加坡就是烬到抽筋 明知我帶隊隊一定要去那裏做 那時候36度 當然是穿溫妍 老實說我回來 從來沒有人出過一句聲音 但女記者就知道現在是不盡 沒有可能的 不單止那些倒退 用他們的新丁的英文套衣服也倒退 不過慶姐說 容不容這件事值得斟酌一下 即是說你講到理想 不過你不是照應春的位置 就覺得競爭得這麼激烈 你有這個畫面還要免費塞給你的 人家人人不出 你就當他是愚蠢 我出 立即殺了 你是很難在競爭難境下 是沒有人會同一陣線去做這件事的 我老實說 如果當香港是一個有尊嚴 一個自由的地方 你去跟其他有尊嚴 有自由的城市去比較 你問問別人那些電視台 有幾多人是會肯用一些官方發放的東西 除非是很特別的情況 你明明有個採訪 你就禁止人進去 然後你就拍了發放 你問一下鄰近亞洲的國家 問一下去到遠一點的國家的城市 有哪個城市是會肯這樣做 你告訴我 我現在可以回答你是沒有人會做的 尼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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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說現在 你不是那個其他人 就大大聲 你剛剛那頭才說完 你說趙英春說 嘻嘻嘻嘻嘻嘻 不要說這些 快向前望 回答來了 所以不是就是老闆的問題 所以你剛才說得很對 所以你說起 我就要提到美國有一個組織 美國當然是英文 Freedom House 叫做新聞自由社 他每年都會公佈 說全世界列了196個國家和地區的新聞自由指標 我們香港多年來都是自由的 但是從2009年開始 已經跌了入去是半自由 而我們2009年的排名是72 你說死不死得 現在搞過這幾劑 可能跌多幾級 大陸是多少 大陸排名181 絕對是沒有自由的 台灣是怎樣 台灣排名47 是自由的 你看一下 你又說要收回台灣 人家台灣看見你都嚇到飛 所以一方面就是政府的打壓 我們怎樣要去抗衡它 但是傳媒本身 那些記者是很勇敢的 他走出來 但是如果你的老闆 繼續是暗吞的時候 那你怎樣搞呢 你這些就是 你只有一個在感嘆的 就是關門 你是不是真的做這些 不是關門 現在出現街 我知道 直播室的門也是關門的 我意思是 如果現在新聞處說 包辦代替 那特首如果說 就著新聞處這個做法 他又出來說 這個也是其他地方的典範 這個就是 他就直接垃圾了 又是 那就是完全垃圾 或者是專業適當 如果 我當作假示 也有很大可能 新聞處下次 也都照版煮碗 尷尬是包辦代替的 剪輯活動的過程 給你們用 那 那 那 不是出他不掌 不是出他不掌 第一 你就扔掉他 抗議 杯葛他 但是我會覺得 那些傳媒的最高層 是應該要出來 和政府 但是現在已經說了 曾鑫拳昨天也說了 唐英年司長 應該說在下星期三 是會和傳媒的代表會面 未必是最高最高層 但是應該是 新聞行政人員協會 但是我覺得 他們很高層的那些 是要出來 不是說 我又說 你劉慧卿有什麼階級觀念 不是階級觀念 而是你最高層 是你負責的 而且你可以落到決策 是的 而且你也走出來 跟政府說 政府覺得 不是那些記者仔 在這緊張 原來最高的那些 都覺得 喂 你這樣做法不行 看見曾鑫拳那些民心 不知道是什麼人 你看見新聞行政人員協會 你們大概都知道 應該這樣說 中層 或者你說 現在的香港中高層的 新聞部的主管也好 或者說到事的 你覺得 是不是都好像 趙英春式的騎騎騎 還是你都覺得 他和曾鑫拳都不會騎騎騎 都真的好像你這樣 剛才這樣很離譜 這樣說 我上個星期去過NOW 沒有中文的 這個名字 NOW電視 現在電視 當時我也是這樣說 又是說回剛才那些事情 他們其實很緊張 我批評他們 那些節目主持人 不是啊 我們的電視台好嗎 他說我們 那些主管 拍台拍椅 我說喂 你拍台拍椅都沒有人知道 你最好就是去見政府 那時候拍台拍椅 其實有些都是比較生氣 但是有些就不是那麼生氣 如果你有看昨天和今日的星島日報 你會看到就是說亞視 就不是說這件事 但是亞視最近就開過員工大會 就變成了控訴大會 因為為什麼 他們說管理層 管理層不是新聞部 其他管理層就要放一些不是新聞 甚至包括廣告的東西 進來新聞 那他包裝到一個財經節目 是 只不過說窩論的那些 其實有贊助商 有贊助商 是 就是做那些人 也本身又不是新聞工作者 那你無端端把那些東西滲進去 所以 不是新聞工作者 但是好像香港小姐 那可死了 如果你大人說香港小姐 去了做主課 這樣也是我以前的同事 梁家榮 梁家榮就說 他說新聞就是新聞 廣告就是廣告 應該分開 另外那個譚惠儀的副總監也說 即是不可以將那些廣告的東西 賺錢的東西 放進來新聞 因為如果你被觀眾覺得 原來你的節目是拿來賺錢的 你還有什麼公信力 他自己說你有沒有版本看他的新聞 他說 最有公信力 沒有財團控制 又說沒有什麼 但你有看《同一天》報道的主播 也有些很不甘心 說我也是幫公司賺錢 這樣說 即是你去賺錢 其他節目 你賣廣告當然要賺錢 但是你的新聞是應該獨立客觀 最離譜是這些以前 好像是說這些 所謂的新聞ABC 我剛才說新聞夾月餅 我剛才說JBC 給你餅 這些基本的東西 以前好像是大家一講即明的常識 現在變得始終要爭拗 真的很離奇 所以真的 為何我們這麼緊張 因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現在我們要的就是 維繫我們的自由生活方式 中央當時答應就是97 五十年不變 如果你這裏又蠶食一些 那裏又拿一些 那你新聞自由又沒有 你打開電視 死定了 全部都是CCATV 中央台 沒有東西買報紙 張張文匯報 大公報雙報 那你就死定了 這些事是我們香港人很緊張的 現在起碼 我們看到如果下一次新聞處 繼續包辦 代替這些片 等你們去播 而談完之後 像你所說 可能在新聞房裡拍台拍燈 見曾蔭權 就暗吞了 不出聲的 照播 繼續這樣去 那大家有些什麼做 沒有東西做到的 我剛才叫新聞機構去杯割那些片 不要 如果他不聽你說呢 如果他不聽你說 你說新聞機構 那我們杯割他 因為大家做人都要做有種的人 如果你明明看 另外一個電視 經常都是播政府片 即他亦都不會說 無恥到拿了政府片 當作自己 亦都不可能 因為你都沒有記者 他就會打一條東西出來 這個就是 政府新聞處提供 對 政府提供 有時候不是新聞處 你知道嗎 現在離譜到 實手辦公室 不是 即他找去拍那些人 都不是 他是外判出去的 甚至連新聞處也好 或者香港電台 都未必信任 外判找了些人去拍拍 拍完自己剪賣 總之很恐怖 我覺得如果大家看下去 很不順眼 覺得你越來越重 一個棺材 不是棺材 是棺材的味道 那你就去杯割他 你可以打掂 也有棺材的味道 也有 因為現在示威 那個棺材 即是報紙那些你可以不買他 雖然他現在一直派免費報紙 但是市民不是在以待斃 我覺得你有很多種方法 去很積極地去回應 講起回應 香港大學最近回應到爆了 我們大家申報 我和家浩都不是 並不是香港大學的校友 不過當然我們是香港的所有大學院校 學術自由的大涌躉 你看到香港大學現在搞成這樣 如果你不知道香港大學發生什麼事 你當然是躲在地底 不過最近你可能聽過 除立枝也有一個新花名 因為八一八事件 叫除什麼 不是 立除枝 立克除枝 不是 不過現在我們今天星期三在錄影 雖然是星期五出街 其實我們出街的時候 應該有些人在逼爆港大 因為那天晚上7時多 就說在圖書館外面的開心廣場 就叫了所有人 好像你這樣去就可以了 穿了黑色 都是黑絲奶的 他說不是港大都可以了 市民都可以去 這樣就要大家盡數心忠誠 希望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 不要每個人都要搭一把傘 才能去到 我覺得那些不是對香港很恭偉 這樣呢 問題就是 其實呢 初初有個說的 為什麼搞成這樣的事呢 就是因為李克強去港大 就說和他們慶祝一百周年 但是當時呢 徐立芝好像出來說過 他說不是他邀請李克強 那麼當場 就立刻就有人出了個聲明 就說是 喂大哥 有什麼理由不是你邀請他 不是我不請自來啊 那就變了很模糊 但是很多人都說 8月香港大學 除了今天星期三的開學禮之外 其實是沒有活動的 如果你真的港大邀請了副總理 一早都知道 而且你說這些好像 兩方面各說各話 兩方面不同版本 就是不只這件事情 究竟哪一個請李克強來 甚至乎現在出了事了 到底那個保安那天哪一天 哪一個提供呢 政府就說 是港大提供保安 是我們協助 警方是協助的 這樣 但是港大當然不吃這個死貓 他們就說 保安是全部警方部署 全部是警方调动 这个更加耐人尋美 所以整件事 而且我们不是讲跟事弹一个组织 我们讲香港大学 院校自主 独立 有尊严 警察 我看电台听到他们讲 香港有两个地方 是警察不能这样进去 一个就是大学 一个就是立法会 那里是他们自己管的 如果他自己搞不定 他会邀请你来帮忙 但是都是他说事的 但是那一局 大家看不到香港大学怎么说事 当那些学生挖去后楼梯又吃 就是你说搞成这样 外国你想也不用想 警方和大学那里 是绝对有很明显的界限 警方断他都不够胆 去在大学里面入侵大学 因为你只需要有少少过位的东西 那些学生已经群起就说 警方进入校园 警方之类 顶多都可能 不知道你那时候有没有听过 可能在大学附近 有些店铺空了 长期都空了 有些人就说 有时都可能警方 是否用来做一些监视 也有这样的可能 或者顶多在所谓的本部大楼 或者图书馆附近的一些后行那里 部署 就绝对不会浩浩荡荡地 进入校园 甚至是封了的 这个外国就是清楚得不得了 香港其实都是不应该 有很多个人不应该 一是不知谁请谁 还有你搞那里 大部分人都没有被邀请 我们立法会议员都没有被邀请 李克强其实来到香港 出席了不知十几二十个活动 我们只是被邀请去一个 就是吃饭那里 在均越酒店 但是也都完全见不到他的 很远很远的 其他他说香港 有些什么金融发展 各方面怎么样 和香港融合 和城化 各样东西 我们没有被邀请 去到香港大学 我们也都是没有被邀请 那我就不知怎样陆右堂坐到爆了 突然间两三天内的决定 然后就全部一吹鸡就坐满了 那些学生 其他人都全部进不去 还有那张校监要坐的椅 是应该被校监坐 校监是谁 就是曾荫权 就没得坐 就给了李克强坐 喂 人家就说礼崩岳坏 我觉得香港大学真的很有问题 有一些说法就说他椅子也不是校监 是一张比较出色的椅子 出色 就是比较外眼 不过是那个位置 当然你怎么说 你自己说 就是问题很明显 那个位置 一般就是校监坐 那些人就算是礼节 也是 韦逆逊在这里 又要坐第二行 他说第二个发言 他第二位发言 还有介绍题也不提 他是前港督 这些就是自己拿来搞 不过这件事 当然大家都觉得 看来很噁心 但是港大自己说 是 虽然我们有100周 100年的历史 但是我们搞这些 这么大规模 接待外奔 真是很欣诸的经验 不懂的 其实我相信 他将全个月搞那些事 给了大陆去搞 都未必给大陆政府 给大陆去搞 我觉得现在各样东西 是让我们看到 中央他要显示 他的存在 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存在 不过我们就是一国两制 高度自治 但是他现在 是要显示在特区香港 这里的存在 就是各样东西 是他所谓的 你黄光雅也好 你这个黎桂康也好 猛出声是批评香港内地事务 房屋问题也是他所谓 公务员也是他所谓 所以当日虽然我们民主党 见不到李克强 我们都写了封信 其中有一件事 就是你叫内地官员闭嘴 不要再说香港的事务 因为这个是香港的内地事务 在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之下 是不应该的 如果你再说 你就摧毁一国两制 你叫他不要说 但是我看到 你知道吗 李克强来到周围去的 其中有一道去 就是去礼宾府 跟曾蔭权见面 大家知道他们最喜欢拍照 其实没有什么其他人在 是曾蔭权 他的照片拍出来很少人 但是全部的人我都不懂 我看下去 最主要当然是李克强站在那 然后有曾蔭权 还有谁呢 就是三思 三思站在哪 真的是靠哪站 站到最边的 这边就是曾俊华 老远 那边就是唐英年 还有谁呢 还有黄银龙 其他就全部都在 那些当然就是李克强带来的 那些什么部长 什么长物长 大哥你来到香港特区 你跟他们政府最高层拍照 你是不是有礼貌 给几个司长站在中间 不是 全部都丢了最边的 那我看那幅照片 我真的看云 真的没有谁我认 因为我二十年都不准回大陆 二十年都不准回 你可以上网而已 轻姐 不过这个问题是 这个很难说 因为你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决定 譬如唐英年 黄银龙自己身为香港主人 喂 你信不信 一般主人来到 不如客人 你们站在中间 你们站在中间 我站在哪些 一般人的礼仪是这样的 这些就不是谁的礼仪 你站在那里 你就上了 每一个位置 十天前已经定好了 这些我绝对相信 一定是内地定了 定好了你就卖位站了 但是从一幅照 直到各方面的云作和黑衣人 那些黑衣人在内地就看到了 不是说你 那些标刑大汉 又不肯表露身份 又和警察站在一起 就推开你的记者 那你是谁 我为什么回答你 这些各样的做法 给我们觉得 内地已经 差不多一国一制 这样搞法 你真是很不行了 你这样 要是你 可以开宗明义港 没有了 一国两制就没有了 是一国一制的了 那你就派个干部来 明年三月 洗鬼选行政长官 你就派个干部来治港 你就说 握了全世界 那五十年不变来 是骗人的 那你那次中联办 不问这题 索性问李刚这题 是不是一国一制 那时候 是大家 他没玩到现在那么疯 现在天天开口去评论香港事务 现在新闻自由没有了 特区政府全部是暗饭 新闻界又变了暗饭 那时候都一样那么疯 李慶姐 你都不要当他那时候有些幻想 那时候不是 天天去说 如果天天去说 我当然会出声说 天天在评论香港内地事务 有些人还好笑 你看到报纸 有些人还跟他不战 我说你不是要跟黄光亚不战 而是你应该叫黄光亚闭嘴 如果你跟他不战就对了 他说你们很喜欢我的评论 我就继续跟你骗过 我觉得我们香港有几条线 是要守的 因为其实我们一早已经 肉除针板上 但是是你中央自己抛出来的 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 大家就以为你会 去行使这个自我约束 如果你不约束 你要搞什么 大家是明白你可以搞得到 但是这样就没有了 香港是这个大陆最自由的城市 就毁于一旦了 有些可能是口说给你听的 你是不是信了 一个一制一个两制 连香港大学 如果你去过这些劉心国 他门口有个小小的牌 写着本校园对外开放 你是不是信了 他是开放的 他对外开放的 但那天就不是很明显 这个问题是 现在搞到今时今日这样 譬如刚才我们说了 不仅是特区政府 譬如我们都想说一下 香港大学里面 今次整件事 现在除立之六日里面 四次 四个声明 四个声明 已经好像认了低威 现在有很多人叫他下台 这些学生说不叫 搞那千多人联署 有些搞手是不叫 他就叫警务处长曾慧雄下台 他就没有叫徐立之 未必不是叫徐立之下台 可能叫他不要续约 现在都有这些声音 不过有些人说 骂应该有一个更加大责任 就是徐永泉 徐永泉就是负责今次 我不知 徐永泉就是今次 港大八周年的所有庆祝活动 包括今次李克强来 都是统筹的 如果是有不妥当的地方 或者是要砌的地方 那些人就说 他都应该有负责任 不过直接负责的人 当然有负责任 但我们现在说的那些事情 是非常高层次的 因为副总理尼 所以就不是适当校内哪个 你说到那么鸿鸿 到连除立之都捍卫不了 所以我们是去到 甚至是校务委员会 这个校务委员会 这个校务委员会主席 梁志鸿议员 或者其他都不行 可能都在他们头上 但徐立之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的声明说 大学师生是校园的主人 港大永远是言论自由的普通 这个已经够框了 我知道 但他说今次坏了 今次就不是 他说了一个原则 应该是这样 不过今次就不是了 那就真是惨 现在大家只是说将来 将来是否这样 如果他说到这么死 将来也是这样的时候 再有的时候 如果你说不是他层次 更高层次的决定 下次是否一样这样 所以就是大家 所以我相信这个也是 他们千多人联署的要说 将来是怎样 你来到以为很厉害 给一千个位 明年开始 你们可以回到内地 读书做研究 大哥 真的很深 香港大学 那么多人捐赠给他 他就来贪你一千个位 你给一万个位 他都不是 因为你不可以买别人的 声誉那些东西 你搞到这样 现在真是全世界 我相信很多大学都知道了 你香港大学做什么事 就是被人笑 而且有些事情 我觉得真的未必可以原谅 就是你见到 是 你可能说 很少这么多大人来过 或者说 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是情有可原 因为没有经验 但不是 你之前见过克林顿来过港大 孟特拉也试过 温家宝也访问过港大 都没试过港大这么多警察 所以你没有可能说 现在的副总理来过 总理也来过 克林顿也来过 所以你说 座位編排那些 你要原谅 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 但一方面他又庆祝了一百周年 就是说 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原谅 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 就是完全不可以接受 就是任何机构 一些比较 一百年老店 大哥 有些贵宾来到 你都没有经验去招呼 你真是离谱 你说起温家宝更加好笑 温家宝是几年前 不是去英国 不是去大学 不是被人扔鞋 喂 喂 温家宝被人扔完鞋 他现在还在 他有什么 是吧 还给了一个机会 他有幽默一番 有时可以拿分 就是 人家那时的大学 有没有这么多东西 不让学生穿鞋 走进去听听 我认为港大认为很丢架 平反六四 那又怎样 是不是共产党会崩壞了 所以有人说 警察现在的行为是否流氓化 就是一个学生想逼出来 就要关门 你想想 三个学生六个警察 你上大学 博士班、碩士班 堵修制度 都没有那么好招呼 两个对一个 所以 警察做法当然我们当然很不认同 但是我们也是要说回 他背后 哪些人 是法号司令 是要他这样做 但是你不知道 你还是去猜想 你純粹去招牢 但是 有理由去猜想 就是是否公安 现在走来接本了 当日有那么多黑衣人 不知道是谁来的 哇 我们在军月吃饭 请我们和李一强吃饭 很远都看不到他 但是有黑衣人 尤其是何俊仁坐在那裡 全晚好住你的手 那你不问他 大家都知道他是保安 就是 这个问题就是 周围 副总理去到的地方 就有那些这样的人 哇 那张桌子就写着有张卡 不准周围起床 去敬酒 这么抵死 是啊 不过这个就是习近平来那次 也是不准的 而你是这么听话 那你免得 你去不就被人按下 还有呢 那后来我说 喂我去洗手间行不行 他说这个又行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那里坐 你走到那边就不行 你走到那边就不行 你走到那边就行 你应该发表你的本色 去洗手间 你应该这样说 但问题就是 我真的越来越觉得 当这些这样的事情发生 真的有些政要来 他们那些公安那些人 他是下来 他就差不多 即逐月他打息 那香港政府包括警方 都可能要靠边站 亦都要听他的指挥 所以他就说 我们是不让副总理见到任何的示威 或者听到任何的声音 所以你要把这些人病到老远 全部都锁起后 什么都好 即是你说是否恐怖 不过现在呢 那就搞哭了个学生 不是搞哭他 他自己哭的 现在都很可憐 很多网民有些 八九十学有一个恶搞 又说 今时今日的大学生 你怎么做大事 穿一声这么容易 碰眼泪 又哭哭哭哭 他说是否需要随校长去安抚一下你 今早安抚了 应该 不过没有这些事情 笑一些大学生 为什么好像动一些就哭 但是你说 警方是不是流氓化的问题 你说 是不是身不由己 不到他说事 又黑衣人又国安又等等 不是你的层次可以做到 但现在有手未跟 现在学生就是说 会可能去告警方 非法禁锢 这个如果是告得入 你又不可以亂来 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法治 法治就是有人 喜欢有东西 他就是提出法律行动 看看他是否有人帮他免费打也好 是否拿到法援也好 什么都好 走那条路 那个程序 如果那个程序都没有了 香港就是什么轻轻茶茶都丟掉了 现在说他其中有一个论盡的地方 警方就是说 那天禁锢完之后 按所谓的非法禁锢 现在正在打 即即将可能会打 但是他说 你现在可以走 警方跟他说了这一句 这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证据 你现在可以走就是之前不能走 是 你之前不能走的时候 他又没有犯什么事 还有他最顿尽是他当场 没有好好解释 为什么你要不让人走 是 所以现在就是 所以这些事情 就是给他那个程序 他可能说牛岳他哭 如果他轻遮你这样的态度 那是什么事 他当时没哭 他不是当时哭 他不是当时哭 但问题是 如果他有你那一刻的那种火 可能都未必敢乱来 我都希望我们这些年轻人有火 不过有火还有火 最重要的就是和平理性 非暴力 非粗口 不过有些人就会说 你说他禁锢了他 关了一道门 其实不是关了一道门 他是走不了的 因为其实后面有一道门 是 不过后面那道门 就是走到另外一道 他就不要去那道 他要来这道 所以不过不要紧 那些律师都会有时间打 真的要 但是我会觉得 你百年老店 怎么可以 就是英明一朝丧 你怎么办呢 要不要 这个就是百年道行一朝丧 有些人说 但是有些中大人 就这样说港大 百年道行一朝丧 但是 港大人当然不许 你这样说我百年道行一朝丧 有些人说 百年老店 百年道行一朝丧 是丧于一个中大旧生徐立枝那里 那里 没错 我又觉得没有 那是真的要的 不过说说徐立枝 是否丧在一个中大旧生徐立枝那里 徐立枝本身六日四个声明 但是有人说 徐立枝好像很不行 好像被人左一巴掌 又一巴掌 然后现在不断头哒哒 你觉得他现在处理成什么 整个危机处理 你觉得 他有一件事 我觉得应该肯定 而这件事是特区政府没有的 是 就是他肯认错 是 虽然你说不足够 但是他肯认 就是他不会出来支持 他不会好像曾荫权 说现在做法是国际典范 港大是外国大学的典范 宣业恰当 就是他知道自己错 他会出来说 甚至他最初说不是他请 我希望这件事都要成证 谁请谁来 就是他肯认 但是我相信徐立枝 都未曾说完所有的内情 所以有些人就说要调查 如果调查 老实说 也不是我们要调查港大 你看中庭要事件 都说你自己查自己 不过我相信 那个都是绝响 没有的 就是有些人会说 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 全校没有人知道 都没有人知道 突然间就说他来了 有没有搞错 如果你是个私人会所 突然间说他来 就没关系 你说大 这么大的事件 还有庆祝百周年 怎会突然间知道 很多人应该请的 都没有被邀请 实在是什么事呢 还有整个过程 是由谁去操控的 你经常找校长出来 祭旗 校长骂 他又被你骂 但是是不是他有权做事 先 谁去做事 是不是校董会主席做事 是不是校监 是不是谁去做事 还是其实那些人在北京 如果是这样 你港大还是什么来的呢 什么叫院校自主 是不是 很多问题 连说保安的问题 都已经有罗生门 港大已经说 不关我们的事 警方完全包办香港 香港警方说 我协助你 全部的港大保安 这个起码一定有人先说大话 没有可能并传 所以就是 当某件事有人要说大话 你都没有说说大话 总之是罗生门 你最重要的就是要做调查 我们没有理由说 你一定说对 他说大话 那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做呢 例如说立法会 所以我刚才也说了 我们很多事情 我们都是尊重院校的自主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不是一开门 一刹下去 好 立法会去调查 当然立法会可以提议这样做 但是人家是独立自主的 但刚才大半个小时 你不是这样说 你说他独立自主得来 我说现在有些质疑 你有质疑 所以就像钟庭耀事件那样 那些学生 那些旧生去签名 那班都说 叫他自己查 你自己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 好像当年 杨铁良就是他们的校董会主席 他就是委任一个法官 去做一个独立的调查 当时的聆讯是在港大那里进行的 对 轻姐有错了 就是说你说和那件事相比 和钟庭耀事件相比 那时候那个势力 可能只是董建华 董建华 那时候民望自己也很严重 但是问题是 现在你说得这么劲修 上面的势力 就不可以同日而语了 根本上 镜也不只是镜董建华 如果镜是说到 决定是否来港大那么多东西 港大都自主不了 一方面你就说是 他有独立 那你是不是信得过 他自己会开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和做一个完全没有人计的 查到水落射出的那种 我相信未必 不过我们都应该坚持 叫他向那条路走 不可以今天你和我坐在那里 我叫你走你一定未必 不如我们立法会撒下去 就不是这样的 那你有没有信心 刚才你说得这么夸张 哇 上面一定有他自主吗 这些不是徐立斯的阶层里面 我希望的 你刚才解释这个背景 你会不会 我希望的 希望 你说到他摇头 我希望他做 但是如果不肯做 很多事情都不能交代 这个也会再引证 很多市民的忧虑 就是 港大不是以往你会觉得的 独立自主 那这个是你们自己选择 你和我都不是旧生 但是我们是香港市民 香港大学也是拿纳税人的钱去运作 所以是有些很严肃的问题 是你们大学自己 和你们的旧生的私生 是应该去严肃处理 是向社会有一个很好的交代 因为很多人很尊重 很尊敬香港大学是有的原因 如果你现在要拿走了这个原因 那这个是你自己去选择了 那也都要这么多人和你去承受这个恶果 就是大家是不愿见的 所以有事出了 你是应该自己去处理 所以当年中庭耀的事件 就是自己去处理 后来校长也辞了职 当然搞到这么大件事 一定会可能有后果 不过我就很尊重他们 大家会可能忧心觉得 有些事情你未必会做 但是我们就先说 那你星期五都开大会了 就看你们自己如何去处理 就是因为大家虽然不是校友 但是大家都是很关心的 其实老实说发生在你这里 但是他来到他就说要去中大 待会就说要去科大 那就死定了 都不会死定了 今次找了徐入资的人板在那裡 就不敢乱来的 未必 喂 你真是天真 我们现在在讲共产党 你猜我们现在在讲前线团底 做人要有点傻气傻惊 才可以在政界 在这个传媒界 有点傻惊才可以 也要有点休闲感 要不然都不行 所以真的 说到最后还滴了几分钟 本来我找你来 就是跟你说行政长官 你找到我上来也没好事 一定有这样的事 那现在跑来跑去 你为什么说要两个跑 一个叫梁振英 一个叫唐英年 唐英年现在搞了个垃圾论出来 那你自己怎么看 你说我们香港应该找个什么人 来做行政长官 那个问题是 他就真是 我都很难想象 如果未来的日子 你们这么容易 一不读稿 一不姓 就发生这么多 脱落的时候 曾荫权已经多了 曾荫权 我常常都叫他千万不要上Radio 3 不要上香港电台第三台 你一用英文说 什么不是稿 那次又说 他说文化大革命 是大民主 他有很多剂 他一没稿 就死了 譬如你同僚 吴靄怡在立法会 一执他 执他就照读稿 执到几次 没理由不断读稿 一不读稿 又出事 你说起读稿 那次他不是搞个喜闹的 他在那里叫口号 都要读稿 这个不明白 但你说了唐英年 又是喜闹的话 他的性格又是不输得 下面有班人在吵他的时候 他又在一个 硬身硬身 拿着什么又喜闹喜闹 出义堂互骂 像小学生 我拗赢你 你拗赢我 他的性格 他的EQ是不高的 EQ不高得来 他的IQ也不肯定 他经常脱脱 说错话的时候 那怎么办 你说做行政掌官 不是吧 你这样还要问 很明显 你也挺好笑的 兄姐 你也挺有阴密感 你要讲才可以 很多东西 你不说人家也听不到 最终的问题 你看到唐英年 我很担心 这些小的事情 他都做得不好的时候 他的危机处理是怎样呢 做一个行政掌官 其实危机处理是需要很多 但是他又好像没有一个很自主 那个 就是兄姐的命居 天生一副 硬骨头 他又不像油 他又老骨 他另外 他处理危机 当然 刚刚菲律宾人事件一周年 一年前的确他又好像拿到不少分 他好像是慰问人 当然他都是做门面 很多东西都 但是你说 他和梁振英比的时候 那为什么刚才你 撇除了范太 讲开又讲 我相信他都撇除了自己 不过你可以加他下去 你加上叶刘淑怡也行 虽然 因为这个港大事件 李克强来的事件 令范太失了不少分 就是说的言论 他说什么 我都不太记得了 太多人说过 范太就李克强这个港大事件 说什么 大家都 我都没有很小读他的事 我知道民众的反应 但是起码我看到 唐英年这件事 本身支持率也不是很高 这样搞一搞就说 第一笑两股 第一你说别人是垃圾 第二英文文字幕又错 这更加抵打 我真的很怀疑 如果他民望迟早低的时候 究竟如何拆局 你都不可以做太阳衰 就算是阴点你 你都不可以做太阳衰 梁英年也觉得他有机 如果不是他也不会 谁 梁振英 梁振英 梁振英有机 董先生支持梁振英 所以你说 其实真的 不知中央是否真的未拍板 有些人都说未拍板 其实我估计就算中央未拍板 其实唐英年就是二十年了 培养 又做立法局议员 又做行政局议员 又做局长 又做司长 什么都做齊了 就是差最后这个位 轻姐 如果我要问你 我都猜你怎么回答 轻姐 没得选的 是那两个 或者加个何俊仁 但如果要他们两个最有机选的 就是没那么坏 你选谁呢 轻姐一定会说 一定不选 我一定是香港市民自己选 你不可能每天都这样回答 你哪个没那么坏呢 或者这样问你 我都很难说 真的 没得搞 所以我们就不应该 接受了 然后说 没那么坏 又要告诉你北京听 不只是这两个 就算你说小圈子 是不是 你还有很多人 香港有七百多万 不是 为什么我们要接受 现在已经是这两个 你达了十多年 这个完全不会反驳 不会明白 不是不是不是 那虽然你们民主党又出去选 又出去选 你就算是何俊仁 大家知道一定选不到 他也都说过会选不到 但是就算是小圈子 也都不是一定要这两个 也都不是一定要犯徐例泰或一月刘淑怡的 就算在他们 这个亲北京阵营 还有其他人 如果当你的社会被人看得到 你又跑到最后两个了 但是这两个都很不行 那你就选一些其他出来 就是要逼他这样 而不是说我都接受了这两个 都是需要贴地 看看谁贴少一点 不是这样 帮民主党想选特首参与初选 泛民友的初选 有可能 你们自己都举了iPad 大家知道你的立场是不同的 大家也很明白 轻姐经常说 我是尊重党 因为你入了党 当然要 你不喜欢你就退党 但是你有没有尽力游说国的党不好 我在内面谈过 你有多有大力度去调言 我做什么都不是大力的 我其他各样东西我都不需要大力 我是要尊重人 我的意见 尊重人都可以大力游说 讲你的立法体谈 什么叫大力 就是我的意见 我已经讲了 努力游说 我觉得我的意见是讲了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 都是拿大人身份证 就不是说我要叫着你 你听我说 那别人不用拉票 选举 别人都是大人 他固定了是公民党 固定了是投民建联 你还需要去拉票 不是 很多市民是未固定的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 我没有讲我的理据 我在无数的场合已经讲过 我知道 但是你好像 你说到在一个民主党里面 说到好像很适合 我讲了我的立场 大家都有立场 你可以尽力一点 争取多一点点 你当然也不一定是那些 我对牙的理据 可以有一些新的理据 很多人都是这样看的 市民 所以他不是说没有理据 我也不觉得我自己 或者其他人 是没有理据 你也有人帮你那套 所以我就这样拿出来说 但不是那么固定 那么硬框框 他真是铁板一块 你怎样都游说不到 那又不需要怎么拉票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动心 或者听真一点 有不同的看法 当然我现在不是说 我们不应该参与小圈子 可能这些已经没有掉牙 不是 不是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应该参与小圈子 而且是假的 小圈子反而 我都觉得可以参与 为什么当年我支持张超雄去选 就算是小圈子 就算是12月11日的选委会的小圈子 我在这个节目讲过很多次 我是鼓励市民去参与 因为这些是赢得到的小圈子 你赢了一个位子 你去影响 但是你去搞一个赢不到的 被内地人走到来 我都服了你这些人 假的都搞得好像真 07年跟我说 你发梦啊你 我什么时候去搞啊 我说你们最多是假的 蛋也是假的 鹽也是假的 米也是假的 什么都是假的 那你有没有用这种力度 这种力水在会内谈呢 我有跟他们说 有没有起码有少少人 我们不是有四十多人是反对的 有没有那些人原本不反对支持 我怎么知道 逐个去问 你是不是原本 当然不会 你何必要问别人 是呀是呀 我听了你说 为什么要迫别人这样 别人支持就支持 反对就反对 都不会的 好了 今天多谢嘉豪上来 他支持反对 我都常常醒他上来 你们也都继续表达你的意见 不过最紧要 就是要捍卫新闻自由 多谢大家 拜拜